西洋乐器Marimba 清脆响音与中式乐器 竹中云螺相互呼应 音符像是在森林中跃动的精灵 在听众耳里产生共鸣 这是作曲家扫多仪筛带 融合原住民元素 以打击乐为主体的协奏曲 台湾国乐团并邀请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家 以中西乐共同演出的形式 组成了音乐会 为5月25日的演出 东方与西方的交错做排练 首先跟各位介绍 今天的这场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其实是 我们国乐团40周年来的 第四场音乐会 是东方与西方的交错 那这场音乐会 其实是 我们从2019开始 就跟密西根大学 其实就有一些合作 同性刚好40周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邀请了 密西根大学的音乐家们 来促成这场音乐会 小提琴与二胡同为 以功推动音符的优雅乐器 柔和又温婉的音色 如同一场美好的华尔兹舞会 东西方各异的乐器 还能激荡出什么样的旋律 让外国音乐家 对本场展演也充满期待与上网 当我第一次邀请到这场音乐会 在2019年 我从2019年没见到 一场音乐会 在真正的一场音乐会 所以我们的第一场音乐会 我当时很感激烈的 我当时的音乐会 每天都每天都很熟悉 它似乎很熟悉 但也有一个温度和描迹 那真的决定了 所以当我当时玩了整个音乐 和一整个小节目 和一些其他一些新的音乐 那是很新的 一种我的最爱的部分 是当我们在唱片 我们真的需要在文字中 而是我们一起工作 我们一起工作 这个旅程也很吸引 指挥周胜文表示 双斜奏曲 在一般音乐会中并不常见 这次不但一口气 准备了四首 还让东西方既相似 又相依的乐器量量组合 量身定制曲目 用具有台湾风情的乐曲 促使双方对话 达到台湾国乐团 以音乐连结世界和台湾的理念 音乐连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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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欣赏到的这个曲子 是伟创世界首演的曲目 它的品称是乐队协奏曲 其实它是一个无标题的音乐 顾名思义 它追寻的比较是音乐 本质上的发挥 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蕴含的意义是 非常考验乐团的每个声部 那特别想提到的是当中 作语家运用的南管的演奏曲里面的有一首 叫做《走马》 那在这个《走马》里面 它的旋律其实在刚刚的我们选段中 就能听得见 那另外就是它后面也用到了 它就作为灵感的来源 再加上作语家自己的想象去 譜成了这一个大约12分钟左右的 三个部分的协奏曲 多种不同形态相似却不同的 中西方乐器协奏 紧扣音乐会主题 将汉族 客家 原住民 闽南等 各种在台湾不同的文化融入曲调中 让远到而来的音乐家与听众 一起感受有朋自远方来 不易悦呼的美好时刻 NCO Happy Birthday 記者林奇慧 丁克宇 台北采访报道